嗨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 大家好 为判透过高雄市优质观光夜市的识别标章 让台湾消费者轻松辨识 并鼓励摊商持续提升夜市的服务品质 吸引更多的台湾游客前往消费 品尝高雄在地的美食 高雄市政府2019年8月26日 举行示范观光夜市的评和结果受证记者会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启动仪式 并颁发奖牌给凯旋青年级6 和两大示范观光夜市管理委员会 活动现场的各式小吃都是通过评和的夜市业者 提供现场参与嘉宾品尝 气氛热闹 记者邹志中报道 小吃飘香观光客闻香而来 导游挥舞着旗帜 带着一群来自东南亚的游客 来逛六合夜市 要来品尝传说中的美味 这一天是小周末的夜晚 摊商早就备好料 等着声音上门 看着东南亚游客到来 满心欢喜 大声吆喝 好意外啊老板拉高嗓门 用越南话和游客拨干净 好大方给试吃 这么用心就是要重振商机 有学到越南的 他们的语言的话 跟他们互动会好一点 成交率会高一点 生意也会比较好 对 生意会 有多几成啊 大概一成多 游客满捧场 生意有起色 老板笑得合不拢嘴 游客一滩一滩逛 一滩接着一滩品尝 全都竖起了大拇指 很好喝 不只东南亚游客 来观光夜市长鲜 还有欧美的朋友 大陆自助行的观光客 全都慕名而来 他们入境随俗 买了好料的 就在备好的低脚座椅 大快朵頤 感觉还是蛮大的 就东西还蛮好吃的 你觉得这种类会不会很多 种类还是蛮多的 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价格的话还算比较亲民吧 这边的夜市可能比较长一点 会介绍朋友来 会会 观光客口中的评价很实在 摊商的努力 纵算没有白费 六合国际观光夜市 一度因为乌鱼标 不效摊商的事件 也影响到其他摊贩的生意 六合夜市为了重振观光 重新整顿 网友不要说 大家不晓得来六合夜市 没有来这边逛 不晓得这边的价钱 其实这边的价钱 是很便利很公道的 摊商的努力看得到 和以往比较起来 街道干净多了 为了搬回国际观光夜市的名声 招牌上一律都有标价 而且不但有中英文 就连东南亚语系也都有 一目了然 一杯木瓜牛奶60元 一盘鹅仔煎50块钱 价格很清明又实贵 我们的国家 旅客大概有多几层 他们都会来这边 多三四层 对 有多三四层 对 我们这边有标价 有小保官进来 有小保官还有卫生所 在给我们辅导 市政府都在给我们辅导 六合夜市理事长强调 经过高雄市政府 小保官到场稽查 不肖摊商已经消失无踪 六合国际观光夜市的用心 让你看得见 有没有想过说在夜市 也可以用支付宝 没有 设想很周到对不对 对 六合国际观光夜市 历经一甲子的岁月 全盛时期有七百多个摊位 平日有一到两万的游客 假日更高达了四到五万人 尽管经费洗笔 不过摊商没有放弃希望 重新整顿以后要赢回好名声 找回过往的荣景 再拼下一个一甲子